汉语口语速成提高篇 本次视频是从课本的第81页到第120页 也就是从第11课到第15课的课文 以及复习3的课文 每篇课文我会读三遍 第一遍是非常慢的速度 第二遍是正常的速度 第三遍是稍微有点快的速度 第11课有话好商量 一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胡峰是一名大学生 王英是学校教务处 工作人员 老师 跟您商量件事 行吗 什么事 尽管说吧 是这样 这次英语分班考试 我考了59分 被分到了慢班 可是我希望 可是我希望到水平高一点的快班学习 不行 不行 学校有严格的规定 六十分以下 一律去慢班 我知道 我知道学校有这个规定 可是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只差一分啊 一分也不行 这是学校的规定 我平时水平不错 这次是因为感冒没考好 您就通融一下吧 在快班 我一定好好学习 这样吧 你把你以前的成绩单拿来 还有 请你原来的英语老师写封推荐信 然后我们再决定 你是否去快班 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谢谢您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胡峰是一名大学生 王英是学校教务处工作人员 老师 跟您商量件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 尽管说吧 是这样 这次英语分班考试 我考了59分 被分到了慢班 可是 我希望到水平高一点的快班学习 不行 学校有严格的规定 60分以下 一律去慢班 我知道 学校有这个规定 可是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只差一分啊 一分也不行 这是学校的规定 我平时水平不错 这次是因为感冒没考好 您就通融一下吧 在快班 我一定好好学习 这样吧 你把你以前的成绩单拿来 还有 请你原来的英语老师写封推荐信 然后我们再决定你是否去快班 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谢谢您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胡锋是一名大学生 王英是学校教务处工作人员 老师 跟您商量件事行吗 什么事尽管说吧 是这样 这次英语分班考试 我考了59分 被分到了慢班 可是 我希望到水平高一点的快班学习 不行 学校有严格的规定 60分以下一律去慢班 我知道 学校有这个规定 可是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只差一分啊 一分也不行 这是学校的规定 我平时水平不错 这次是因为感冒 没考好 您就通融一下吧 在快班 我一定好好学习 这样吧 你把你以前的成绩单拿来 还有 请你原来的英语老师写封推荐信 然后我们再决定 你是否去快班 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谢谢您 二 您就帮帮忙吧 小张是房客 王先生是房东 他们正在打电话 喂 王先生吗 我是小张 我是小张 有件事 想跟您 商量一下 有什么事 尽管说吧 是这样 下个月 我们的合同 就到期了 可是 我们新买的房子 还没装修好 能否宽限我们几天 那怎么行呢 你们 你们以前说 你们以前说 只签一年合同 所以 我已经找好了住户 他们 他们的房子 他们正急着 他们正急着搬进来呢 实在对不起 我们也不愿意给您添麻烦 可是 我们一时找不到别的住处 再说 我们就多住一两个星期 可是 我已经答应了新住户 你这不是让我两头为难吗 王先生 我们实在是有困难 您就帮帮忙吧 我们会尽快搬走的 真拿你们没办法 这样吧 你们多住一天 要加倍付一天房租 没问题 谢谢您 王先生 您就帮帮忙吧 小张是房客 王先生是房东 他们正在打电话 喂 王先生吗 我是小张 有件事 想跟您商量一下 有什么事 尽管说吧 是这样 下个月 我们的合同就到期了 可是 我们新买的房子 还没装修好 能否宽限我们几天 那怎么行呢 你们以前说 只签一年合同 所以 我已经找好了住户 他们正急着搬进来呢 实在对不起 我们也不愿意给您添麻烦 可是 我们一时找不到别的住处 再说 我们就多住一两个星期 可是 我已经答应了新住户 你这不是让我两头为难吗 王先生 我们实在是有困难 您就帮帮忙吧 我们会尽快搬走的 真拿你们没办法 这样吧 你们多住一天 要加倍付一天房租 没问题 谢谢您 王先生 您就帮帮忙吧 小张是房客 王先生是房东 他们正在打电话 喂 王先生吗 我是小张 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是这样 下个月 我们的合同就到期了 可是 我们新买的房子 还没装修好 能否宽限我们几天 那怎么行呢 你们以前说 只签一年合同 所以 我已经找好了住户 他们正急着搬进来呢 实在对不起 我们也不愿意 给您添麻烦 可是 我们一时找不到别的住处 再说 我们就多住一两个星期 可是 我已经答应了新住户 你这不是让我两头为难吗 王先生 我们实在是有困难 您就帮帮忙吧 我们会尽快搬走的 真的 你们没办法 这样吧 你们多住一天 要加倍付一天房租 没问题 谢谢您 王先生 三 有话 好商量 在马路上 一位司机 开车 不小心 撞坏了 另一辆汽车的尾灯 你是怎么搞的 怎么乱撞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就完了吗 尾灯坏了 你说怎么办 这事责任在我 您先消消消气 咱们有话好商量 这车是我刚买的 您说的 我能不着急吗 真对不起 我一定 照价赔偿 您的损失 好吧 我们把车 我们把车开到旁边去 商量一下 有话好商量 在马路上 一位司机 开车不小心 撞坏了 另一辆汽车的尾灯 你是怎么搞的 怎么乱撞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就完了吗 尾灯坏了 你说怎么办 这事责任在我 您先消消气 咱们有话好商量 这车是我刚买的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真对不起 我一定照价赔偿 您的损失 好吧 我们把车开到旁边 去商量一下 有话好商量 在马路上 一位司机 开车不小心 撞坏了 另一辆汽车的尾灯 你是怎么搞的 怎么乱撞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就完了吗 尾灯坏了 你说怎么办 这事责任在我 您先消消气 咱们有话好商量 这车是我刚买的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真对不起 我一定照价赔偿您的损失 好吧 我们把车开到旁边 我们先去商量一下 四 不知您能否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 金哲一是一名留学生 给没见过面的王教授打电话 喂 您好 您好 您是王教授吗 对 我是 你是 王教授 您好 我叫金哲一 韩国留学生 我的专专业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 正在做毕业论文 是有关唐代文学的 我知道您对唐代文学很有研究 我拜读过您的大作唐代文学史 很受启发 我有几个问题 想当面向您请教 所以冒昧地给您打电话 不知您能否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 谢谢你对我的作品感兴趣 可是我最近实在太忙 抽不出时间来 王教授 我也不好意思 占用您宝贵的时间 可是我真的需要您的指教 请您无论如何抽出一点时间帮帮我 晚一点没关系 啊 别这么客气 有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 可是 我最近 日程排得满满的 一点空也没有 这样吧 你下周三 给我打电话 那时候 我们 再约时间 好吗 太好了 谢谢您 王教授 不知 您能否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 金哲一 是一名留学生 给没见过面的王教授打电话 喂 您好 您是王教授吗 对 我是 你是 王教授 您好 我叫金哲一 韩国留学生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 正在做毕业论文 是有关唐代文学的 我知道 您对唐代文学很有研究 我拜读过您的大作 唐代文学史 很受启发 我有几个问题 想当面向您请教 所以冒昧地给您打电话 不知 您能否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 谢谢你对我的作品感兴趣 可是 我最近实在太忙 抽不出时间来 王教授 我也不好意思 占用您宝贵的时间 可是 我真的需要您的指教 请您无论如何抽出一点时间 帮帮我 晚一点没关系 啊 别这么客气 有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 可是 我最近 我最近 日程排得满满的 一点 空 也没有 这样吧 你下周三 给我打电话 那时候 我们再约时间 好吗 太好了 谢谢您 王教授 不知 不知您能否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呢 金哲一是一名留学生 给没见过面的王教授打电话 喂你好 您是王教授吗 对 我是 你是 王教授您好 我叫金哲一 韩国留学生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 正在做毕业论文 是有关唐代文学的 我知道您对唐代文学很有研究 我拜读过您的大作 唐代文学史 很受启发 我有几个问题 想当面向您请教 所以冒昧的给您打电话 不知您能否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 谢谢你对我的作品感兴趣 可是 我最近实在太忙 抽不出时间来 王教授 我也不好意思占用您宝贵的时间 可是我真的需要您的指教 请您无论如何抽出一点时间帮帮我 晚一点没关系 啊 别这么客气 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可是 我最近日程排的满满的 一点困也没有 这样吧 你下周三给我打电话 那时候我们再约时间 好吗 太好了 谢谢您 王教授 第十二课 我们生活在人群里 一 你不妨当面跟他说说 张青和刘松都是大学生 他们俩是好朋友 怎么了 你脸色这么难看 别提了 一连几天没睡好了 什么事 竟然让你失眠了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同屋 他人挺好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我习惯早起早睡 可他却是个夜猫子 每天两三点才睡 还特别不注意 不是开抽屉了 就是翻书包了 吵得我睡不着 我习惯不一样 真不像话 以后就不好相处了 看样子 你的同屋 不像那种小心眼儿的人 你不要想得太多 也许他根本没意识到影响了你 好吧 我试试 你不妨当面跟他说说 张青和刘松都是大学生 他们俩是好朋友 怎么了 你脸色这么难看 别提了 一连几天没睡好了 什么事 竟然让你失眠了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同屋 他人挺好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我习惯早起早睡 可他却是个夜猫子 每天两三点才睡 还特别不注意 不是开抽屉了 就是翻书包了 吵得我睡不着 真不像话 俩人一起住 应该相互照应点 我想你不妨当面跟他说说 让他注意点 可是我怕说了会惹他不高兴 以后就不好相处了 看样子 你的同屋不像那种小心眼的人 你不要想的太多 也许他根本没意识到影响了你 好吧 我试试 你不妨当面跟他说说 张青和刘松都是大学生 他们俩是好朋友 怎么了 你脸色这么难看 别提了 一连几天没睡好了 什么事竟然让你失眠了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同屋 他人挺好的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我习惯早起早睡 可他却是个夜猫子 每天两三点才睡 还特别不注意 不是开抽屉了 就是翻书包了 吵得我睡不着 真不像话 两人一起住 应该相互照一点 我想你不妨当面跟他说说 让他注意点 可是我怕说了会惹他不高兴 以后就不好相处了 看样子 你的同屋不像那种小心眼的人 你不要想的太多 也许他根本没意识到影响了你 好吧 我试试 2.咱们谈谈好吗 曹明明和李小是同事 你这会儿有空吗 干嘛 咱们谈谈好吗 谈什么 有什么可谈的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觉得你这几天对我的态度不大对头 是误会吗 我想你心里很清楚吧 不 我不清楚 要不我就不会找你谈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开诚不公的谈一谈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不妨当面直说 我们下班后再谈 我们下班后再谈吧 咱们谈谈好吗 曹明明和李小是同事 你这会儿有空吗 干嘛 咱们谈谈好吗 谈什么 有什么可谈的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觉得你这几天对我的态度不大对头 是误会吗 我想你心里很清楚吧 不 我不清楚 要不我就不会找你谈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开诚不公的谈一谈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不妨当面直说 我们下班后再谈吧 咱们谈谈好吗 曹明明和李小是同事 你这会儿有空吗 干嘛 咱们谈谈好吗 谈什么 有什么可谈的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觉得你这几天对我的态度不大对头 是误会吗 我想你心里很清楚吧 不 我不清楚 要不我就不会找你谈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开诚不公的谈一谈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不妨当面直说 我们下班后再谈吧 3.我们相处的很好 在大学里读研究生时 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 有点挤 按说矛盾肯定少不了 可是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年 相处得很好 从来没有闹过矛盾 为了不互相影响 我们尽量保持统一的作息规律 毕业后 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句一句 可是我们都很怀念那段时光 我们相处得很好 在大学里读研究生时 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 有点挤 按说矛盾肯定少不了 可是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年 相处得很好 从来没有闹过矛盾 为了不互相影响 我们尽量保持统一的作息规律 毕业后 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句一句 可是我们都很怀念那段时光 我们相处得很好 在大学里读研究生时 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 有点挤 按说矛盾肯定少不了 可是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年 相处得很好 从来没有闹过矛盾 为了不互相影响 我们尽量保持统一的作息规律 毕业后 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句一句 可是我们都很怀念那段时光 四 处世之道 我性格比较软弱 再加上从小父母就教育我 在和别人相处时 应该宽容 忍让 所以小时候 常常受欺负 上学后 因为学习成绩好 老师喜欢我 在孩子们中间 才慢慢有了点 有了点威信和地位 少受了一些欺负 不过 直到上大学以后 因为这种处事原则 还是受过 还是受过几次伤害 现在 我当然 已经学会 保护自己了 虽然 从小养成的 这种 处世之道 让我吃了 让我吃了 不少苦头 但是 因为 我总是 与人为善 尽量 和周围的人 友好相处 所以 我的人缘 一直很好 而且 还赢得了 很多 真心 善良的 朋友 处世之道 我性格 比较软弱 再加上 从小 父母就教育我 在和别人相处时 应该宽容 忍让 所以 小时候 常常受 欺负 上学后 因为 学习成绩好 老师 喜欢我 在孩子们 中间 才慢慢 有了点 威信 和地位 少受了 一些 欺负 不过 直到 上大学 以后 因为 这种 处世原则 还是 受过 几次 伤害 现在 我已经 学会 保护 自己了 虽然 从小 养成的 这种 处世之道 让我 吃了 不少 苦头 但是 因为 我总是 与人 为善 尽量 和周围 的人 友好 相处 所以 我的 人缘 一直 很好 而且 还 赢得了 很多 真心 善良的 朋友 处世之道 我 性格 比较 软弱 再加上 从小 父母就教育我 在和别人相处时 应该 宽容 忍让 所以 小时候 常常受 欺负 上学后 因为 学习成绩好 老师 喜欢我 在孩子们中间 才慢慢有了点 威信和地位 少受了一些 欺负 不过 直到上大学以后 因为这种 处世原则 还是受过 几次伤害 现在 我当然已经 学会 保护自己了 虽然 从小 养成的这种 处世之道 让我吃了 不少苦头 但是 因为我 总是 与人为善 尽量和周围的人 友好相处 所以 我的人缘 一直很好 而且 还赢得了 很多真心 善良的朋友 第十三课 特别的经历 一 今天 真倒霉 星期五 按理说 应该上课 可是 有几个朋友 邀我 去交游 我 不好意思 过多推辞 只好 答应了 他们 没去上课 我们 我们是 开车 去的 一大早 就出发了 天不错 我们 一路 吹着风 心里 别提 多美了 可是 车 走着 走着 突然 抛锚了 车子 是 一个 朋友的 他的 车 以前 从来 没 出过 毛病 偏偏 今天 坏了 你说 倒霉 不倒霉 别人 告诉我们 前面 有个 加油站 可以 修车 等我们 费了 九牛 二虎 之力 把车 推到了 加油站 的 师傅 告诉我们 车 下午 才能 修好 要是 我们 在那儿 等 一个 上午 我们 的 计划 不就 全 泡 汤 了吗 我们 商量了 一下 决定 打 辆车 继续 出发 可 那是 在 郊区 的 公路 上 车 可 真 不好 打 我们 等 啊 等 啊 最后 总算 有位 好心 的 司机 让我们 搭车 来到了 目的地 一到 那儿 我们 就 分别 租了 一匹 马骑 可是 我那匹马 不听话 我刚上去 就把我 摔了下来 把我 手摔伤了 不说 照相机 也摔坏了 今天 真是 祸不 担心 我想 可能是 因为我 逃 课 老天 要 惩罚我 以后 我 再也 不 逃 课了 今天 真 倒霉 星期五 按理说 应该 上课 可是 有几个 朋友 邀我 去 交游 我 不好意思 过多推辞 只好 答应了 他们 没去 上课 我们 是 开车 去的 一大早 就 出发了 天不错 我们一路 吹着风 心里 别提 多美了 可是 车 走着走着 突然 抛锚了 车子 是一个 朋友的 他的车 以前 从来 没出过 毛病 偏偏 今天 坏了 你说 倒霉 不倒霉 别人 告诉我们 前面 有个 加油站 可以修车 等我们 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 把车 推到了 加油站的 师傅 告诉我们 车 下午 才能修好 要是 我们在那儿 等一个上午 我们的计划 不就 全泡汤了吗 我们 商量了一下 决定 打辆车 继续出发 可 那是在 郊区的公路上 车 车 可真 不好打 我们 等啊 等啊 最后 总算 有位 好心的 司机 让我们 搭车 来到了 目的地 一到那儿 我们就 分别 租了一匹 马骑 可是 我那匹 马不听话 我刚上去 就把我 摔了下来 把我手 摔伤了 不说 照相机 也摔坏了 今天 真是 祸不单行 我想 可能是 因为我逃课 老天 要惩罚我 以后 我再也 不逃课了 今天真倒霉 星期五 按理说 应该上课 可是 有几个朋友 邀我去交游 我不好意思 过多推辞 只好答应了他们 没去上课 我们是开车去的 一大早就出发了 天儿不错 我们一路吹着风 心里别提多美了 可是 车走着走着 突然抛锚了 车子是一个朋友的 他的车 以前从来没出过毛病 偏偏今天坏了 你说倒霉不倒霉 别人告诉我们 前面有个加油站 可以修车 都我们为了 九牛二虎之力 把车推到了 加油站的师傅 告诉我们 车下午才能修好 要是我们在那儿 等一个上午 我们的计划 不就全泡汤了吗 我们商量了一下 决定打辆车 继续出发 可能是在郊区的公路上 车可真不好打 我们等啊等啊 最后总算 有位好心的司机 让我们搭车 来到了目的地 一到那儿 我们就分别租了一匹马骑 可是我那匹马不听话 我刚上去就把我摔了下来 把我手拴伤了不说 照相机也摔坏了 今天真是活不单行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逃课 老天要惩罚我 以后我再也不逃课了 汤姆是在北京学习的留学生 比尔 比尔是他的同学 嘿 汤姆 好久没露面了 你去哪儿了 我去香港找工作了 怎么样 有收获吗 还算有收获吧 不过找工作的滋味 可真不好受 你是专程去香港找工作吗 不是 是去看朋友 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你怎么得到信息的 是朋友推荐 还是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 我看招聘广告 有合适的 我就去应聘 应聘时 先填写一些履历表 交上去 如果招聘的公司感兴趣 就通知你去面试 面试时决定是否录取 我最讨厌面试了 我也一样 面试时总有点紧张 浑身不自在 但是第一印象很重要 不光是找工作 好多事情都这样 是啊 所以我一开始 总是碰壁 真有点灰心 不想找了 后来我的朋友 鼓励我再试几家 没想到 后来真有一家 很不错的公司 录用了我 不是所有的公司 都只凭第一印象 判断人的 真正有眼力的人 是能看出 你是一个人才的 找工作的滋味 可真不好受 汤姆是在北京 学习的留学生 比尔是他的同学 嘿汤姆 好久没露面了 你去哪了 我去香港找工作了 怎么样 有收获吗 还算有收获吧 不过 找工作的滋味 可真不好受 你是专程去香港 找工作吗 不是 是去看朋友 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你是怎么得到信息的 是朋友推荐 还是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 我看招聘广告 有合适的 我就去应聘 应聘时 先填写一些履历表 交上去 如果招聘的公司感兴趣 就通知你去面试 面试时 决定是否录取 我最讨厌面试了 我也一样 面试时 总有点紧张 浑身不自在 但是 第一印象很重要 不光是找工作 好多事情都这样 是啊 所以 我一开始 总是碰壁 真有点灰心 不想找了 后来 我的朋友 鼓励我再试几家 没想到 后来真有一家 很不错的公司 录用了我 不是所有的公司 都只凭第一印象 判断人的 真正有眼力的人 是能看出 你是一个人才的 找工作的滋味 可真不好受 汤姆是在北京 学习的留学生 比尔是他的同学 嘿 汤姆 好久没露面了 你去哪了 我去香港找工作了 怎么样 有收获吗 还算有收获吧 不过 找工作的滋味 可真不好受 你是专程 去香港找工作吗 不是 是去看朋友 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你怎么得到信息的 是朋友推荐 还是看报纸上的 招聘广告 我看招聘广告 有合适的 我就去应聘 应聘时 先填写一些履历表 交上去 如果招聘的公司感兴趣 就通知你去面试 面试时 决定是否录用 我最讨厌面试了 我也一样 面试时总有点紧张 浑身不自在 但是第一印象很重要 不光是找工作 好多事情都这样 是啊 所以我一开始总是碰壁 真有点灰心 不想找了 后来 我的朋友鼓励我再试几家 没想到 后来真有一家 很不错的公司 录用了我 不是所有的公司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只凭低印象判断人的 真正有眼力的人是能看出你是一个人才的 有一次不知怎么的 人常常会不知不觉做错一些事情 发生误会 有一次为了准备毕业论文 我去图书馆 查一些资料 我去的是七刊阅览室 书不能借出去 只能在里面看 我借了好几本杂志 看完后又还回去 可是不知怎么的 有一本比较薄的杂志 夹在了我的大本子里 没有还回去 等我从出口处经过时 警报器突然响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朝我看 管理员也跑了过来 他们都以为我要偷书 弄得我非常尴尬 我再三向他们解释 他们才相信我 有一次不知怎么的 人常常会不知不觉 做错一些事情 发生误会 有一次 为了准备毕业论文 我去图书馆查一些资料 我去的是七刊阅 书不能借出去 只能在里面看 我借了好几本杂志 看完后又还回去 可是不知怎么的 有一本比较薄的杂志 夹在了我的大本子里 没有还回去 等我从出口处经过时 警报器突然响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朝我看 管理员也跑了过来 他们都以为我要偷书 弄得我非常尴尬 我再三向他们解释 他们才相信我 有一次不知怎么的 人常常会不知不觉 做错一些事情 发生误会 有一次 为了准备毕业论文 我去图书馆查一些资料 我去的是期刊阅览室 书不能借出去 只能在里面看 我借了好几本杂志 看完后又还回去 可是不知怎么的 有一本比较薄的杂志 夹在了我的大本子里 没有还回去 等我从出口处经过时 警报器突然响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朝我看 管理员也跑了过来 他们都以为我要偷书 弄得我非常尴尬 我再三向他们解释 他们才相信我 小张和小李是朋友关系 小张去机场接小李 路上顺利吧 累不累 不累 你不知道 我今天差点来不了了 怎么回事 要上飞机了 可是我的机票不见了 我把所有的衣服口袋和行李都翻遍了 也没找到 我心里别提多着急了 怎么搞的 你总是这么马虎 我也不知道 我明明把机票放在了外衣的口袋里 出门时 我还再三检查过 那结果呢 你又补了一张票吗 后来 开车送我来 机场的小王提醒我 在车上 我脱过一次外衣 会不会掉在车上了 我们赶紧去看 果然在车的座位下面 原来 是我脱外衣时 不小心 让机票 滑了出来 你呀 以后 可别 这么马虎了 差点来不了了 小张和小李 是朋友关系 小张去机场 接小李 路上顺利吧 累不累 不累 你不知道 我今天差点来不了了 怎么回事 要上飞机了 可是 我的机票不见了 我把所有的衣服口袋 和行李 都翻遍了 也没找到 我心里别提 多着急了 怎么搞的 你总是这么马虎 我也不知道 我明明把机票 放在了外衣的口袋里 出门时 我还再三检查过 那结果呢 你又补了一张票吗 后来 开车送我来机场的小王 提醒我 在车上 我脱过一次外衣 会不会掉在车上了 我们赶紧去看 果然在车的座位下面 原来 是我脱外衣时 不小心 让机票 划了出来 你呀 以后可别这么马虎了 差点来不了了 小张和小李 是朋友关系 小张去机场 接小李 路上顺利吧 累不累 不累 你不知道 我今天差点来不了了 怎么回事 要上飞机了 可是我的机票不见了 我把所有的衣服口袋 和行李都翻遍了 也没找到 我心里别提多着急了 怎么搞的 你总是这么马虎 我也不知道 我明明把机票 放在了外衣的口袋里 出门时 我还再三检查过 那结果呢 你又补了一张票吗 后来开车 送我来机场的小王 提醒我 在车上 我脱过一次外衣 会不会掉在车上了 我们赶紧去看 果然在车的座位下面 原来是我脱外衣时 不小心 让机票划了出来 你呀 以后可别这么马虎了 第十四课 我想去旅行 一 去哪儿旅游好 陈明和孙亮是同学 听说你暑假要去旅游 去什么地方 想好了吗 出去肯定是要出去 至于去什么地方 还没想好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建议 我建议你去四川 四川什么地方 你说具体点 去四川 成都和峨眉山 这两个地方 非去不可 我去年去过 好吃的东西 那你要吃的 那你要吃的 真有意思 我考虑一下 你的建议 去哪儿旅游 去哪儿旅游好 我建议你去四川 四川 四川什么地方 你说具体点 去四川 成都和峨眉山 这两个地方 非去不可 我去年去过 我去年去过 成都棒极了 不仅风景美丽 而且风土人情 也很独特 还有江边 有一连串的小吃调 好吃的东西 多得数不清 峨眉山吗 峨眉山就更好玩了 山上有很多猴子 他们一点儿也不怕人 常常围着你要吃的 真有意思 我考虑一下你的建议 去哪儿旅游好 陈明和孙亮是同学 听说你暑假要去旅游 去什么地方想好了吗 出去肯定是要出去 至于去什么地方 还没想好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建议你去四川 四川什么地方 你说具体点 去四川 成都和峨眉山 这两个地方非去不可 我去年去过 成都棒极了 不仅风景美丽 而且风土人情 也很独特 还有 江边有一连串的小吃调 好吃的东西 多得数不清 峨眉山吗 峨眉山就更好玩了 山上有很多猴子 它们一点也不怕人 常常围着你要吃的 真有意思 我考虑一下你的建议 二 八月是新疆的黄金季节 你去过新疆吗 新疆 新疆 新疆可是个好地方 好玩的地方很多 土 图鲁芬啊 土鲁芬啊 哈密啊 喀什啊 天山啊 这些地方 你一定要去 你最好八月份去 那可是新疆的黄金季节 一来呢 天气不冷不热 比较舒服 二来呢 正是收获的季节 可以大饱口福 你知道吗 新疆 新疆可是盛产瓜果的地方 什么葡萄 西瓜 哈密瓜 苹果 样样都好吃的不得了 三来呢 这个时候风景最好 我保证 你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次旅行 八月是新疆的黄金季节 你去过新疆吗 新疆可是个好地方 好玩的地方很多 图鲁芬啊 哈密啊 喀什啊 天山啊 这些地方 你一定要去 你最好八月份去 那可是新疆的黄金季节 一来呢 天气不冷不热 比较舒服 二来呢 正是收获的季节 可以大饱口福 你知道吗 新疆可是盛产瓜果的地方 什么葡萄 西瓜 哈密瓜 苹果 样样都好吃的不得了 三来呢 这个时候风景最好 我保证 你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次旅行 八月是新疆的黄金季节 你去过新疆吗 新疆可是个好地方 好玩的地方很多 图鲁芬啊 哈密啊 喀什啊 天山啊 这些地方 你一定要去 你最好八月份去 那可是新疆的黄金季节 一来呢 天气不冷不热 比较舒服 二来呢 正是收获的季节 可以大饱口福 你知道吗 新疆可是盛产瓜果的地方 什么葡营 什么葡萄 西瓜 哈密瓜 苹果 样样都好吃的不得了 三来呢 这个时候风景最好 我保证你一辈子都忘不了这次旅行 三 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早就听说长白山天池 风景美丽独特 所以到中国以后 我一直有个愿望 要去爬一爬长白山 看一看美丽的天池 今年五月份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和朋友看到杂志上 有一个旅行社 专门安排周末短期旅行 其中就有长白山 我们马上和旅行社联系 他们很快就为我们 安排好了这次旅行 还派了一位导游 虽然是五月份 可山上却下着大雪 汽车无法开到目的地 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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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我们 放弃爬山 可是 我 坚持要 爬到山顶 等我们 到了山顶 才发现 因为 风雪太大 天池一片白色 什么 也 看不清楚 可是 不管 怎么说 我 实现了 自己的 愿望 而且 欣赏 到了 天池 独特的 雪景 这是我 最难忘的 一次旅行 我最难忘的 一次旅行 早就听说 长白山天池 风景美丽独特 所以 到中国以后 我 一直 有个愿望 要去 爬一爬 长白山 看一看 美丽的天池 今年 五月份 我的愿望 终于 实现了 我和朋友 看到杂志上 有一个旅行社 专门安排 周末 短期旅行 其中 就有 长白山 我们 马上和 旅行社 联系 他们 很快 就为我们 安排好了 这次旅行 还 派了 一位 导游 虽然 是五月份 可 山上 却下着大雪 汽车 无法开到 目的地 导游 劝我们 放弃爬山 可是 我坚持 要爬到山顶 等我们 到了山顶 才发现 因为 风雪 太大 天池 一片白色 什么 也看不清楚 可是 不管怎么说 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而且 欣赏到了天池 独特的雪景 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早就听说 长白山天池 风景美丽独特 所以 到中国以后 我一直有个愿望 要去爬一爬长白山 看一看美丽的天池 今年五月份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和朋友 看到杂志上 有一个旅行社 专门安排 周末 短期旅行 其中 就有长白山 我们马上 和旅行社 联系 他们很快 就为我们 安排好了 这次旅行 还派了一位导游 虽然 是五月份 可山上 却下着大雪 汽车 无法 开到目的地 导游 劝我们放弃爬山 可是 我坚持要爬到山顶 等我们到了山顶才发现 因为风雪太大 天池一片白色 什么也看不清楚 可是 不管怎么说 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而且 欣赏到了天池 独特的雪景 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四 独自旅行 海市 是结伴旅行 我发现 你 常常 一个人 去旅游 对 我觉得 一个人 旅游 最好 想去哪儿 去哪儿 想 想 什么时候 走 什么时候 走 不用 跟谁 商量 多自在啊 是不错 不过 也有 很多 不方便 是不是 比如 一个人 坐火车 坐 那么 那么 长时间 多闷的 慌啊 要想 找人聊天 还不容易 旁边 旁边 旅客 多的是 一个人 出游 更容易 结识 新朋友 那倒是 不过 我问你 万一 你生病了 或者 钱包丢了 怎么办 当然 一个人 出门在外 人生 地不熟 满 是 免不了的 不过 这也是 一个 锻炼人的 好机会 对不对 对 但 不管 怎么说 一个人 旅行 毕竟 有点 孤单 独自 旅行 还是 结伴 旅行 我发现 你 常常 一个人 去旅行 对 我觉得 一个人 旅游 最好 想去哪儿 去哪儿 想 什么时候 走 什么时候 走 不用 跟谁 商量 多自在 是 不错 不过 也有 很多 不方便 是不是 比如 一个人 坐火车 坐那么 长时间 多闷 的 慌 要想 找人 聊天 还不容易 旁边 旅客 多的是 一个人 出游 更容易 结识 新 朋友 那倒是 不过 我问你 万一 你生病了 或者 钱包丢了 怎么办 当然 一个人 出门在外 人生 地不熟 难 是免不了的 不过 这也是 一个锻炼人的 好机会 对不对 对 但不管怎么说 一个人旅行 毕竟 有点 孤单 独自旅行 还是 结伴旅行 我发现你常常 一个人去旅行 对 我觉得 一个人旅游 最好 想去哪儿去哪儿 想什么时候 走 什么时候 走 不用跟谁 商量 多自在啊 是不错 不过 也有很多 不方便 是不是 比如 一个人 坐火车 坐那么长时间 多闷得慌啊 要想找人 聊天 还不容易 旁边旅客 多的是 一个人出游 更容易结识新朋友 那倒是 不过我问你 万一你生病了 或者钱包丢了 怎么办 当然 一个人出门在外 人生地不熟 难是免不了的 不过 这也是一个锻炼人的 好机会 对不对 对 但不管怎么说 一个人旅行 毕竟有点孤单 第15课 谁能说自己不喜欢艺术 一 我喜欢流行音乐 和古典音乐 比起来 我更喜欢流行音乐 为什么呢 第一 第一 流行音乐 通俗易懂 旋律 旋律简单流畅 很容易 记住 我想 这也是 它为什么 流行的 原因吧 第二 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 和我们的生活 最接近 它表达的是 当代人的思想和感情 很容易理解 第三 第三 大多数流行音乐 都是歌唱爱情的 我们很容易 从流行音乐里 找到和自己相似的感情经历 比如 得到爱情的幸福 得不到爱情的痛苦 等等 总之 我比较喜欢流行音乐 我收集了很多唱片 当然 有的听多了 有点腻 但大多数 还是百听不厌 我喜欢流行音乐 和古典音乐比起来 我更喜欢流行音乐 为什么呢 第一 流行音乐 通俗易懂 旋律 简单流畅 很容易记住 我想 这也是它 为什么流行的 原因吧 第二 流行音乐 和我们的生活 最接近 它表达的是 当代人的 思想 和感情 很容易理解 第三 大多数 流行音乐 都是歌唱 爱情的 我们 很容易 从流行音乐里 找到 和自己 相似的感情经历 比如 得到爱情的 幸福 得不到爱情的 痛苦 等等 总之 我比较喜欢 流行音乐 我收集了 很多唱片 当然 有的听多了 有点腻 但大多数 还是百听不厌 我喜欢流行音乐 和古典音乐 比起来 我更喜欢流行音乐 为什么呢 第一 流行音乐 通俗易懂 旋律 简单流畅 很容易记住 我想 这也是它 为什么流行的 原因吧 第二 流行音乐 和我们的生活 最接近 它表达的是 当代人的思想 和感情 很容易理解 第三 大多数流行音乐 都是歌唱爱情的 我们很容易 从流行音乐里 找到和自己 相似的感情经历 比如 得到爱情的幸福 得不到爱情的痛苦 等等 总之 我比较喜欢流行音乐 我收集了很多唱片 当然 有的听多了 有点腻 但大多数 还是百听不厌 二 听说是一部很有新意的片子 张秀和李明是同学 今天 学校电影院 上演一部 香港的新片子 去不去看 香港电影 又是武打片吧 我最不喜欢这类片子了 不是 听说是一部很有新意的片子 名字 名字叫重庆森林 画面和音乐都很独特 是吗 那倒值得一看 什么内容 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情节 主要反映了香港年轻人的生活和心态 听说 听说是一部很有新意的片子 张秀和李明是同学 今天 学校电影院 上演一部香港的新片子 去不去看 香港电影 又是武打片吧 我最不喜欢这类片子了 不是 听说是一部很有新意的片子 名字叫重庆森林 画面和音乐都很独特 是吗 那倒值得一看 什么内容 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情节 主要反映了香港年轻人的生活和心态 听说是一部很有新意的片子 张秀和李明是同学 今天 学校电影院 上演一部香港的新片子 去不去看 香港电影 又是武打片吧 我最不喜欢这类片子了 不是 听说是一部很有新意的片子 名字叫重庆森林 画面和音乐都很独特 是吗 那倒值得一看 什么内容 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情节 主要反映了香港年轻人的生活和心态 三 我们 想到一块儿去了 看个通宗 看个通宵 看个通宵 太好了 我们 想到一块儿去了 可是 租什么内容的呢 租几张 租几张 惊险的 恐怖的 上次 我们看的 那张 多刺激 是够刺激的 吓得我 好几天 睡不好觉 我们 我们 能不能租点 轻松的 比如 浪漫的 爱情片 好玩的 动画片 什么的 没劲 没劲 看来 我们 不能 一块儿 看了 还是 去 跳 舞吧 我们 想到一块儿去了 今天是周末 我们 去租几张 DVD 看个通宵 怎么样 太好了 我们 想到一块儿去了 可是 租什么内容的呢 租几张 惊险的 恐怖的 上次 我们看的那张 多刺激 是够刺激的 吓得我 好几天 睡不好觉 我们 能不能 租点儿 轻松的 比如 浪漫的 爱情片 好玩的 动画片 什么的 没劲 看来 我们不能 一块儿看了 还是 去跳舞吧 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今天是周末 我们去租几张DVD 看个通宵 怎么样 太好了 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可是 租什么内容的呢 租几张惊险的 恐怖的 上次 我们看到那张多刺激 是够刺激的 吓得我好几天睡不好觉 我们能不能租点儿轻松的 比如 浪漫的爱情片 好玩的动画片 什么的 美劲 看来 我们不能一块儿看了 还是去跳舞吧 四 我不想 不懂 庄董 昨天 我去看了 一个画展 是一位法国女画家的个人作品展 法国的绘画水平一定不错 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年轻女画家 可是 除了她的照片外 她的话 我一幅也看不懂 看不懂 她的作品很抽象 全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 和图案 色彩也非常奇特 可是我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 也许她并不希望人们看懂什么 有意思的是 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看画展的人 他让我谈谈感受 真有意思 你说什么了 我说太高雅了 我看不懂 什么 那不显得你太美水平了 可是 我不想 不懂 不懂 装懂 我不想 不懂 装懂 昨天 我去看了一个画展 是一位法国女画家的个人作品展 法国的绘画水平一定不错 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年轻女画家 可是 除了她的照片外 她的画我一幅也看不懂 看不懂 她的作品很抽象 全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和图案 色彩也非常奇特 可是 我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 也许她并不希望人们看懂什么 有意思的是 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看画展的人 他让我谈谈感受 真有意思 你说什么了 我说太高雅了 我看不懂 什么 那不显得你太美水平了 可是 我不想不懂庄董 我不想不懂庄董 昨天 我去看了一个画展 是一位法国女画家的个人作品展 法国的绘画水平一定不错 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年轻女画家 可是 除了她的照片外 她的画我一幅也看不懂 看不懂 她的作品很抽象 全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和图案 色彩也非常奇特 可是我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 也许她并不希望人们看懂什么 有意思的是 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看画展的人 她让我谈谈感受 真有意思 你说什么了 我说太高雅了 我看不懂 什么 那不显得你太美水平了 可是我不想不懂庄董 我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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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我没开玩笑 她和我爸爸都离婚十年了 我看不懂 我很高兴 她又找到了新的幸福 祝福你妈妈 不过我们下个星期是期末考试啊 我就是想和您商量这件事 我能不能提前两天考试 这恐怕不行 考试的时间和地点 学校都有严格的规定 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考试 除非生病或有紧急情况 我的情况不紧急 可是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也不想错过考试 可以说两头对我都很重要 这样吧 学校有规定 考试没通过 或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可以补考 你可以先去参加婚礼 然后回来补考 怎么样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谢谢您 谢谢您 王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昨天我有个约会 一 王老师可以跟您谈谈吗 您好 您好 王老师 可以跟您谈谈吗 当然可以 请坐 是这样 我的妈妈下个星期五结婚 我得回瑞典去参加婚礼 你的妈妈结婚 是啊 我没开玩笑 他和我爸爸都离婚十年了 我很高兴 他又找到了新的幸福 祝福你妈妈 不过我们下个星期是期末考试啊 我就是想和您商量这件事 我能不能提前两天考试 这恐怕不行 考试的时间和地点 学校都有严格的规定 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考试 除非生病或有紧急情况 我的情况不紧急 可是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 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也不想错过考试 可以说两头对我都很重要 这样吧 学校有规定 考试没通过 或有特殊情况的学生 可以补考 你可以先去参加婚礼 然后回来补考 怎么样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谢谢您王老师 给您添麻烦了 昨天我有个约会 一 王老师 可以跟您谈谈吗 你好王老师 可以跟您谈谈吗 当然可以 请坐 是这样 我的妈妈 下个星期五结婚 我得回瑞典去参加婚礼 你的妈妈结婚 是啊 我没开玩笑 她和我爸爸都离婚十年了 我很高兴她又找到了新的幸福 祝福你妈妈 不过我们下个星期是期末考试啊 我就是想和您商量这件事 我能不能提前两天考试 这恐怕不行 考试的时间和地点 学校都有严格的规定 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考试 除非生病会有紧急情况 我的情况不紧急 可是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也不想错过考试 可以说两头对我都很重要 这样吧 学校有规定 考试没通过 会有特殊情况的学生 可以补考 你可以先去参加婚礼 然后回来补考 怎么样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谢谢您 王老师 给您添麻烦了 二 谁都怕 王小明 东东 是个小学生 放学回家 见到妈妈 东东 你 怎么了 脸色 这么难看 怎么 脸上 还有伤 没事 我 不小心 摔倒了 不 对吧 这明明是抓伤的 是和别人打架了吧 快跟妈妈说实话 快跟妈妈说实话 是王小明 他要我借给他钱 我没借 他就打了我 还 还抓破了 还抓破了我的脸 这太不像话了 你告诉老师了吗 他 我不敢告 要是 让他知道了 他会 打我更狠 我们 我们班 谁都不敢 惹他 他 不能 这么软弱 同学之间 要 与人为善 不敢 也不能 受欺负 明天 我去找 你们的老师 要他 惩罚王小明 没用的 他才 不听老师的话呢 那我就去 去和他谈 我知道 怎么教育他 和同学 友好相处 谁都怕 王小明 东东 是个小学生 放学回家 见到妈妈 东东 你怎么了 脸色 这么难看 怎么 脸上 还有伤 没事 我不小心 摔倒了 不对吧 这明明 是抓伤的 是和别人 打架了吧 快跟妈妈 快跟妈妈说实话 是王小明 他要我 借给他钱 我没借 他就打了我 还抓破了我的脸 这太不像话了 你告诉老师了吗 我不敢告 要是让他知道了 他会打我更狠 我们班 谁都不敢惹他 你们不能这么软弱 同学之间 要与人为善 可是 也不能受欺负 明天 我就去找你们的老师 要他惩罚王小明 没用的 他才不听老师的话呢 那 我就去和他谈谈 我知道 怎么教育他 和同学友好相处 谁都怕王小明 东东是个小学生 放学回家 见到妈妈 东东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怎么脸上还有伤 没事 我不小心摔倒了 不对吧 这明明是抓伤的 是和别人打架了吧 快跟妈妈说实话 是王小明 他要我借给他钱 我没借 他就打了我 还抓破了我的脸 这太不像话了 你告诉老师了吗 我不敢告 要是让他知道了 他会打我更狠 我们班 谁都不敢惹他 你们不能这么软弱 同学之间 要与人为善 可是也不能受欺负 明天我去找你们的老师 要他惩罚王小明 没用的 他才不听老师的话呢 那我就去和他谈 我知道怎么教育他和同学友好相处 三 有一个女孩儿 叫陈宇 我们约好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和女孩子约会 第一印象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打扮了一番 所以我特别打扮了一番 我还找到了二十分钟 一来是表示礼貌 二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放松一下 省得 省得见面时太紧张 正在我往窗外看时 陈宇来了 他很漂亮 衣服也很有品味 我本来很放松 不知怎么的 一下子 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站起来和他握手时 不小心碰倒了一把椅子 弄得我很尴尬 我们坐下来后 点了两杯饮料 就开始聊天 我们先是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接着 接着 开始谈一些 我们双方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没想到 我们的共同语言还很多 聊着聊着 天就黑了 陈宇提出来要回家 我就叫服务员来结账 并说我买单 可是 付钱的时候 我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 也没找到我的钱包 我出门时 我出门时明明把钱包放在上衣口袋里了 可是怎么就不见了呢? 陈宇 陈宇 看我着急的样子 就面带微笑的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付了账 我真是不好意思 再三向她道歉和感谢 我想这第一次约会可算砸了 她再也不会理我了 没想到她临走时竟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 让我给她打电话 昨天我有个约会 下面是小张 讲她第一次和女朋友见面的经历 昨天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女孩 叫陈宇 我们约好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和女孩子约会第一印象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打扮了一番 我还早到了20分钟 一来是表示礼貌 二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放松一下 省的见面时太紧张 正在我往窗外看时 陈宇来了 她很漂亮 衣服也很有品味 我本来很放松 不知怎么的 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站起来和她握手时 不小心碰到了一把椅子 弄得我很尴尬 我们坐下来后 点了两杯饮料 就开始聊天 我们先是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接着开始谈一些我们双方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没想到我们的共同语言还很多 聊着聊着天就黑了 陈宇提出来要回家 我就叫服务员来结账 并说我买单 可是付钱的时候 我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 也没找到我的钱包 我出门时明明把钱包放在上衣口袋里了 可是怎么就不见了呢 陈宇看我着急的样子 就面带微笑的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付了账 我真是不好意思 再三向她道歉和感谢 我想这第一次约会可算砸了 她再也不会理我了 没想到她临走时竟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 让我给她打电话 昨天我有个约会 下面是小张讲她第一次和女朋友见面的经历 昨天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女孩叫陈宇 我们约好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和女孩子约会第一印象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打扮了一番 我还早到了20分钟 一来是表示礼貌 二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放松一下 省得见面时太紧张 正在我往窗外看时 陈宇来了 她很漂亮 衣服也很有品味 我本来很放松 不知怎么的 一下子紧张起来 我站起来和她握手时 不小心碰到了一把椅子 弄得我很尴尬 我们坐下来后 点了两杯饮料 就开始聊天 我们先是做了一下自我介绍 接着开始谈一些我们双方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没想到我们的共同语言还很多 聊着聊着天就黑了 陈宇提出来要回家 我就叫服务员来结账 并说我买单 可是付钱的时候 我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 也没找到我的钱包 我出门时明明把钱包放在上衣口袋里了 可是怎么就不见了呢 陈宇看我着急的样子 就面带微笑的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付了账 我真是不好意思 再三向她道歉和感谢 我想这第一次约会可算砸了 她再也不会理我了 没想到她临走时竟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 让我给她打电话 四 你喜欢毕加索吗? 有人说看不懂毕加索的话 因为他们太抽象 全是一些稀奇古怪的 符号和图案 可是我要说毕加索艺术的魅力就在这里 因为她介绍给你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 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启发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人和事物 毕加索艺术形式 毕加索把人和事物不同的侧面放在一个平面上 毕加索艺术形式 真的是对古典维画的革命 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审美习惯 毕加索艺术形式 你喜欢毕加索吗? 有人说看不懂毕加索的话 因为他们太抽象 全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和图案 毕加索艺术形式 毕加索艺术的魅力就在这里 因为她介绍给你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 毕加索艺术形式 啟发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人和事物 毕加索把人和事物不同的侧面 放在一个平面上 真的是对古典绘画的革命 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审美习惯 你喜欢毕加索吗 有人说看不懂毕加索的话 因为他们太抽象 全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和图案 可是我要说毕加索艺术的魅力就在这里 因为他介绍给你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 这种新的艺术形式 启发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人和事物 毕加索把人和事物不同的侧面 放在一个平面上 真的是对古典绘画的革命 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身为习惯